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清扬,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四百集 夏小兰也惦记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她的录取通知书会直接寄到余奶奶家 负责余奶奶家那一片的邮局 夏小兰早去打过招呼 华清的通知书搞掉的机会很小 在通知书没来之前 夏小兰能做的只有等待 对她来说 和周成家人见过面这事就算过去了 彭城那边还有一摊子事等着她去忙 可对夏小兰身边的人来说 见周成父母是个特别重要的事 回了彭城后 不仅康伟和邵光荣厚着脸皮来打听消息 她舅舅刘勇也问 远在商都的刘芬也打电话来问 刘芬一般不主动给她打电话 电话听筒 为啥能让千里之外的两个人 可以互相听到声音 这原理刘芬搞不懂 通话时声音失真 也让刘芬不习惯 她是情愿有啥事都拍电报的 夏小兰去京城见周成家人的事 电报里又说不清 刘芬只能打电话了 她真是把所有细节都问了 听到夏小兰说 一次见完了周成家几乎所有的直系亲属 刘芬紧张得要命 听说夏小兰把家里情况老老实实交代 连她离婚的事都告诉了周家人 刘芬握着话筒都快晕过去 你这个小孩子 这个 这个怎么说呀 刘芬急得说话都不利索 小兰当然是个好孩子 她这当妈的比任何人都清楚 可是周成的家人第一次见小兰 她们又不了解 万一听到小兰的父母离婚就嫌弃呢 夏小兰很正色告诉她 妈 如果周家的家人 要对您的婚姻状况指手画脚 那证明 我和周成不太合适 结婚和离婚都是个人的选择 国家法律允许离婚 就证明您有权自己决定 妈 这不是啥丢人的事 以前人们结婚前不了解 再过两年 离婚的人会越来越多 您可一点都不丢人 反而走在了很多人的前面 不幸福的婚姻是种折磨 您只是很勇敢地主动结束了这折磨 电话那边是一片沉默 夏小兰话锋一转 说起了让刘芬轻松的话 当然了 凭我第一次见面的感觉来说 周成的家人还是挺好相处的 他奶奶很热情 爷爷特别支持我多读书 我走的时候都送了我见面礼 您可以放心了吧 刘芬都快给急死 说话哪有像这么大喘气的 听说送了见面礼 刘芬这心就踏实了 全国各地的风俗都差不多 女孩子第一次跟着对象回去 男方家里的长辈要是满意 多少会给点见面礼 这些事刘芬哪有那么多讲究 还是于奶奶教的 说周成是个讲究人 家里人肯定懂这些老规矩 要瞧得上夏小兰呢 就不会让她空着手离开 当然 夏小兰第一次去周成家 空着手带一张嘴就去 也很失礼的 尊重是双方的 有些旧规矩是封建遭破 有的规矩 于奶奶觉得可以一直传下去 就说你 你哥那时候把你嫁到夏家去 一点彩礼都不收 夏家白捡个儿媳妇回来 当牛做马 到头来对你咋样 于奶奶整天给刘芬洗脑 反正老太太说啥 刘芬都点头 那时候闹饥荒 刘勇是想她能嫁去夏家吃上饱饭 没钱给置办嫁妆 还收啥彩礼呢 现在想想 夏家三个儿媳妇 只有她是一斤米都没出取进门的 就像于奶奶说的 夏老太对她也最差 挂了电话 刘芬就对于奶奶一无一时交代 小兰说她有带东西去周家 离开的时候 周家长辈都给了见面礼 周成奶奶给了个玉镯子 周成妈妈送了她耳环 于奶奶点点头 这就对了 你不用担心 你那女儿比谁都精明 她要想讨谁的欢心都不难 厌恶夏小兰的一定是利益有冲突 于奶奶说的刘芬心中大松 周成那孩子瞅着真不错 对小兰上心 对这边亲戚长辈都很尊重 刘芬不是那种势力的人 觉得夏小兰考了个省状元 就能把对象给换了 那没考到省状元前 周成就当着军官 她也没说嫌弃小兰这边条件不好啊 刘芬的想法朴实 却很合于奶奶的胃口 省状元和华清大学这两项加起来 依于奶奶猜测 不过是堪堪迈过周成家的门槛 夏小兰足够优秀 周家不会反对她和周成处对象 若说只凭这一个省状元和华清大学的学生身份 就能反过来瞧不起周家的话 于奶奶认为夏小兰还不至于那么轻狂 任何有权有势的家庭都需要时间来造就 每年都有高考状元 每年都有华清大学的毕业生分配到工作岗位 是龙是虫 没有二三十年的检验 哪里看得出来 夏小兰要翘尾巴还早呢 周成天生就拥有的东西 她现在不过靠着自己的努力 刚刚拥有和周成匹配的条件 于奶奶脑子清醒 她希望夏小兰也能脑子清醒 最后能不能和周成结婚 甚至能不能结婚和谁结婚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夏小兰得明白自己想要啥 靠男人靠婚姻是一条路子 不靠男人不靠婚姻又是另一条路子 要于奶奶说 能干成夏小兰这样的女孩也不常见 选第二条路虽然前提会吃苦 却会先苦后甜 女人最好是自己有本事 在婚姻上选择面才更广 家庭和事业都想要 这中间的平衡点 就要靠夏小兰自己去揣摩了 你这几天跑邮局勤快点 华清的通知书是第一批记的 这几天说不定就要到了 哎 听明白 刘芬答应得特别轻快 比起见到周成的家人 她也觉得录取通知书更重要 替小兰拿了录取通知书 刘芬也打算去一趟旁城 七月底 夏季生意最忙的时间过去了 服装店这边不用整天守着 李凤梅也鼓励她多到南方走走 就说挑选衣服款式这事 姑嫂两个要学的东西可多了 他们选回来的款式 就是没有小兰选的好卖 他们觉得好看的衣服 顾客不一定喜欢 幸好能换货 要不这次卖夏装就亏大了 刘芬这天起 果然听了于奶奶的话 一天三趟的跑邮局 邮局的人都认识她了 人家也不嫌烦 谁家里能考出一个华清大学 一天跑十趟都不会嫌多 一眨眼到了八月 一年中最热的时间来了 刘芬都开始患得患失的时候 邮局那边总算有了动静 夏小兰 有一封刮号信 稳定 稳定